食药署26日公布大耀性鸡蛋的来源 确认就是彰化房院的红张蛋鸡场 那么红张蛋鸡场每天可以生产2万颗的鸡蛋 事发至今已经有10万多颗的鸡蛋是被封存了 那么现在如今已经确认感染到了这个大耀性的污染 红张包括10万颗鸡蛋以及3万只的鸡汁都将被销毁焚化 避免再次进入食物链 那么事发后红张蛋鸡场的负责人则是对外表示说 不清楚为什么他们的蛋会受到大耀性的污染 平常喂食的饲料都是玉米以及黄豆粉 那么现在也得等监测的结果出来 才能够知道到底污染源是什么 如果是环境的话 这个红张蛋鸡场就会被强制关闭 如果是人为因素的话 将会排除人为因素才能继续经营 那么现在可以确认的就是 彰化县政府两天内就会着手来处理这些事项 来包括机制的销毁以及鸡蛋的销毁等等 以上是彰化的最近情形